李青山根据大家的意见 做了周密的部署之后 这些侦察员们 三三两两地走出了会议室 分头去执行他们的任务去了 轰荡荡的会议室里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被李青山判去 充当赌客人称猴精的侦察员 猴精明 李青山奇怪的望了望他 小猴啊 这别人都走了 你还在这磨蹭什么呀 局长 我可是想走来着 可是你想啊 我这个赌客两手空空的 拿什么给人家赌啊 再说了 充当赌客 那也得是有钱人的打扮呢 你看看我这样子 十足的一个小职员 恐怕还没等进门 就被人家麻崽给打出来了 再说我这两下子 嘿 小打小闹 赢个小酒 还行 他那是大厂子 你得给我个底啊 让我输多少就收手啊 他奶奶的 千算万算 就是忘了算钱了 不用说局里没这么多钱 供他去赌 就是有这么多钱 这大礼拜天的 把财务人员从家里叫来 那不走漏了消息了吗 李青山想了一阵子 一拍脑袋瓜 叫了声 嗯 有了 你先在这儿等着我 我去找人送钱来 李青山回到他的办公室 打通了穆国兴的电话 他一边按着电话号码 一边心里想 你市长派我们执行这项任务 局里又没有这项开支 那就只能吃你这个大户了 实在是赌输了 大不了从缴获的堵字里 再还给你就行了嘛 电话里刚传出穆国兴的声音 李青山就笑呵呵的说 市长啊 任务我都布置下去了 现在有个困难 请示你看看怎么办 要钱是吧 这好办 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 不过你派去那个人 他的情况怎么样啊 我靠 市长就是市长啊 我这还没说事呢 他就猜着了 这要是让他当了公安局长 那还有我们的饭吃啊 市长 您就是英明 我这还没说什么事呢 您就知道了 我派去这个人啊 可以说非常的可靠 他本人从小在江南省长大 他的外公也是江南省一个著名的企业家 这个小子小的时候跟着他外公学了一些赌博的东西 玩了一手好牌 五年前随着他的父亲来到我们宁北省 景观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我们局里 破了很多案子 人称猴精 是我们局里最出色的侦察员之一了 哦 他的父亲在我们宁北省是干什么的呀 电话里传来穆国兴沉稳的声音 他父亲啊 您可能都认识 就是集团经理的侯父军长啊 李青山提起侯父军长 穆国兴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个白镜面堂的中年人的身影 前几次穆国兴到集团军去的时候和他在一起喝过几次酒 这个人和将军长的关系非常不错 听说将军长准备要调到另一个大区当副总司令了 这个侯父军长啊极有可能接将军长的班 像那么大的一个军队干部 不让儿子在军队发展 怎么跑到地方上当起了警察了 等这件事完了和他好好聊聊 如果是个可用之才 就让李青山好好地培养培养他 你需要多少钱呢 等一下我让贺强开车给你送去 市长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让他以江南一个客商的身份先进去 不忙着进入赌场 让那个小子在里边腐败几天 取得他们的信任后 然后再去赌场赌那么个两三次 时间嘛估计要一个星期 既然是混冲老板 那就需要置办点行头 加上里边的花销 我估计啊 怎么也得五十万 李青山说完 就听到电话里目过星笑骂的声音 青山啊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家子气啊 冒充一个老板 五十万怎么够啊 你以为到他那种地方赌博的场所 就像你们宝和剑抓的那些赌场似的 一次最大的输赢几千元的 我告诉你吧 像他们这种地下赌场 一场赌博下来 少说得有一两百万 这样吧 我让贺强给你送张银行卡 先给你五百万 告诉那个小猴 输光了 花光了 就算完成任务了 不够的话 你再给我打电话 我随时给你存进去 但是有一样你要保证 一是保证小猴同志的生命安全 而是要争取有利的证据 如果达不到第一条 第二条命令取消 哎呀 市长啊 您可真是大方啊 我以为您最多能给我一百万 没想到我要的五十万上 你有给我加个零 你这这这这 不好吧 这样市长 等我们局把那个赌场捣毁了 就用缴获的赌资来还你 哼 还我就不必要了 留下这笔钱 给你们局里的同志搞一搞福利 不能只让人家整天的提着脑袋卖命 适当的物质奖励还是要有的 特别是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员 都要中奖 李青山放下电话 冲着会议室把小猴喊了过来 小猴啊 来来来来来 我给你五百万 啊 你既然去装这个老板 就得把他演好 不够的话 我再随时给你卡里打钱 不过我可有一点告诉你啊 千万不能露出任何马脚 感觉事情不对 马上给我撤回来 安全第一 小猴一听 两眼直冒光啊 呀 局长 您从哪搞来这五百万呢 咱们局里什么时候有过钱呢 拿了呀 李青山看看小猴伸向他的双手 什么 什么拿来 拿什么来 哎 你这个局长刚说给了我五百万 你不会只是动动嘴巴 让我空欢喜一场吧 任务呢 我保证完成干净利落 但是没钱 我可干不到 嘿 你这个小子跟我耍贫嘴 现在给我回回忆室等着 这个钱我还没拿到呢 你着急什么 穆国兴放下电话之后 从他的包里找出几张银行卡 摆放在面前的茶几上 翻来覆去 就是不知道这些银行卡里啊 都有多少钱 如果是拿出一张卡里边的钱 不够 让李青山耻笑是小 耽误了小猴的大事 那可就糟了 雷雷听到穆国兴客厅里没了声音 感到奇怪 走过来一看 简幕国兴正对着那几张银行卡发呆 扑齿一声就笑了 老公 你冲着几张卡片在那发什么呆呢 嗨 这几张卡片里面到底有多少钱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今天我想用钱了吧 却不知道用哪一张好啊 我说老公你可真够笨的 去桂园局刷一下不就都知道了吗 不过你这张在京城办的卡 我倒是知道 雷雷指着一张其中红色的卡片说 这张卡最少也有五百万 嗯 你怎么敢那么肯定啊 我当然知道了 你这张卡是无音姐在你离京给你办的 但是办的时候就往里边存了一百万 以后每个月他们都会定期给你存五十万 你算算你来到金山市多久了呀 所以说这里边至少有五百万 好啊 那就是他了 慕国星拿起这张卡 打通了贺强的手机 刚一打通就听到手机铃声 由远而近的一路响着 贺强就像个幽灵似的出现在慕国星的面前 谁知道 有什么指示 贺强进来后两脚一碰 笔直的站在慕国星面前 一脸严肃的望着他 在这个大厦有一部专用电梯 直通顶层 除了慕国星和他几个女人之外 也只有贺强可以到这里来 其他人想要进来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你还没有走到电梯口 就会被那些中警局退伍的保安给拦下来 贺强啊 你现在去公安局 给李局长送一张银行卡 路上你到银行的柜员机上刷一下 看看这几张卡里有多少钱 哪一张够五百万 就给他哪一张 超出的更好 让他们使用的时候宽裕一点 另外你和大山同志联络一下 如果有时间的话 中午一起吃顿饭 老公啊 你中午又要出去啊 那我去看我妈妈好吗 好啊 你去的时候 带上一个会开车的保安 我可不想再发生 那天郑天成之类的事了 哦对了 那个郑天成最近 有去骚扰过你吗 怎么 你这个大使长又吃醋了 不过我喜欢 自从那天之后 那个郑天成就再没有找过我 第二天 他还给我打电话 郑重地给我佩莉吊欠呢 哈哈哈哈 那就好了 回家之后呢 带我问一下岳父岳母好 嗯 雷雷听了这话 脸马上就红了 抡起粉拳打着穆国兴的胸膛 你坏死了 你要说自己去说 我看你有天大的胆子 在他们面前也不敢胡说八道 两个人笑闹了一阵 看着雷雷下楼去了 穆国兴打通了京城中灵的电话 灵儿 这几天我忙得没时间给你打电话 你不会怪我吧 怎么样 身体还好吗 我们的宝宝 有没有闹着你啊 电话里传出中灵兴奋的声音 老公啊 我刚想给你打电话呢 你就打过来了 看来咱们还是心有灵犀哦 穆国兴从叙述当中也知道了 围绕着中灵发生的一些事情 也可以说中灵现在在穆中两家的眼里 就是个特级保护对象 中老在忙也必定要亲自审阅 他派去的那个保健医生给中灵做的检查报告 穆国兴的奶奶呢 每天必定是包好一罐汤 让工作人员送过去 穆国兴的母亲就更不用说了 对待中灵啊 比对自己的亲生闺女还细致体贴 只要是工作不太忙 他都会抽出时间 陪自己的儿媳妇说话聊天散步 到最后 中灵在电话里笑嘻嘻地说 老公啊 我现在感觉到长胖了好多 脸上呢都长了两块蕴斑 好难看呢 等你回来的时候 你不会看到我这个丑样子 不再喜欢我了吧 怎么会呢 我的灵儿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你没听人家说过吗 做了母亲的女人 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我们两个是上天注定的 等咱们两个老了之后 也一起带我们的孙子孙女 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呀 哦老公 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 我听工作人员讲 我们的两个爷爷 天天都抱着一本康熙大字典 给咱们的儿子啊 取名字呢 你说可真逗啊 咱们这当父母的 倒成了不相干的人了 不过呢 他们也没有忘了我们 说是他们两个小名 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取 可是爸爸妈妈又不愿意了 说是爷爷取大名 他们要给孩子取小名 哈哈哈哈 灵儿啊 老人的心情我们应该理解 他们想取就让他们取呗 让他们取名也是对他们的尊重 反正我们今后还有机会 我们的孙子和虫孙子 那取名权可是有咱们两个的 一些事情只要形成惯例了 那不就好办了吗 穆国兴想了想又对话筒说 灵儿啊 你的预产期还有12天吧 我这几天把这里的工作安排一下 争取早一点回京 在家里多陪陪你 也尽尽我做爸爸的义务 让我们共同迎来 两个小生命的诞生 我这几天的诞生